其实你只要找到功能 很快的就可以 把功能做出来了 找到哪一个呢 找到Data 它是一个什么 DataRow 角色 它的角色什么 ListView 所以找到这边往下找 会有个叫DataRow Row 在这里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ListView ListView在哪里呢 在这里 有没有 点下去之后的话 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了 其实PhoneGap的主要好处是 不写程式码 但是如果你是学那个JQuery 他就是要自己敲 自己敲程式码 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是改什么呢 改这个属性标签 改ListView 再来各位可以看到 他实际上动哪些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他就是在 Ul 所以如果说你不用这边改 你要自己在这边敲程式 敲这个程式 我框起来的地方 敲在这个位置 也可以变成ListView 两个方法 那一般的话 像我偶尔会看国外的那个教学网站 就是都是 教敲程式的 这边是没有 没有人家这样教的 那哪边比较简单 其实我觉得 以各位来说啦 如果你不是天天在写程式的人 真的 右边应该比较好记 而且比较直觉 做完之后的话 可以马上看到结果 所以即时看一下 有没有出现呢 哎有没有看到 马上就会出现 那因为我有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超连结 所以这边超连结 就会有个箭头出来 没有做超连结 就没有箭头 所以有箭头的原因是因为有超连结 这个时候那你点这个超连结也会有 不过跳过去的话 基本上 他里面还是空的 我还没做吧 对不对 OK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第一阶段是 List Review的 设定 但是呢 我还缺什么 还缺 几个 第一个 做出来的效果 不是浮在上面 是贴在上面的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今天希望像刚刚 这样的圆角效果 有没有 还缺两个 一个是 圆角效果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另外上面有个热门景点 怎么做出来的 OK我想各位 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你的景点 第1个页面部分做出来 第2个景点放上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